Hello 各位品观点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心理师聊心事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苏雨昕 大家有做过心理测验 性格测验吗 我相信你是怎么样的人 这样子的题目呢 在网路上都会忍不住想要点进去测测看对吧 今天呢我们就要从心理学的角度 来帮助大家分析 你的性格是什么 你是内向型 外向型 还是中向型人格呢 可能外向内向我们大家比较常听过 可是中向是什么对不对 它又代表着什么样的天赋魅力 在此之前呢 我们可能要颠覆一下 大家过去对于性格的一种理解 像小的时候啊 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 你是个外向的孩子 听起来就像是种称赞 可是如果有人说 你好像比较内向哦 我们就会自动的觉得 我是不是被批评了 这好像是个缺点哦 因为很多人就觉得内向听起来就是害羞 不大方扭扭捏捏捏 然后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 听起来呢 这在社会好像很难生存 可是近期有非常多国内外的书籍 以及研究都在发现 以及呢 有做深入的这个文献 说明其实内向只是一种性格的差异 它并不代表这个人的优胜列败 反而我可以更简单的这样说 外向者有外向的优点跟缺点 内向者有内向者的优点跟缺点 只是他们是不同类别 不代表外向就好 内向就不好哦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来透过几个心理测验的题目 帮助大家了解自己我的天赋优势跟魅力在哪里 我又可以怎么来好好的运用呢 今天呢 我们总共会给大家简单的六个题目 那每个题目呢 都有三个选项哦 最重要的做心理测验就是要诚实 因为我发现啊 很多人做心理测验选答案的时候 都在幻想哪一个答案听起来最完美哦 其实这做起来呢 只是你想象中的自己 而不是真实的自己 这就有失心理测验的公允度跟准确度咯 所以反正只有你嘛 对不对 只有你一个人在默默看影片嘛 那我们就来对自己诚实一点吧 好 第一个题目 请问各位哦 你觉得你在人多的交际场合时 自己感觉一下 你是能够自在轻松的跟别人交谈 蛮互动的吗 好 如果你的选项是 大多是的哦 大多可以轻松自在哦 请给自己一分 如果你的选项是 大多不太可以 我觉得人只要一多或者是都是陌生人 我就是比较焦虑紧张无法放松 这样的朋友请给自己五分 第三个选项啊 就是哎 我要看情况哎 看是什么样的场合 然后跟什么样的人 或者是当场的气氛是什么 有的时候我可以很自在轻松 有的时候就不行 如果是这样的朋友请给自己三分 紧接着第二个题目 问问自己 哎我是一个比较害怕孤独的人吗 我比较喜欢跟三五好友甚至非常多的人聚在一起 那种充斥热闹氛围 是我觉得最舒服开心的吗 如果大多是如此 请给自己一分 如果你觉得哎 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反而还比较舒服哦 比较放松 请给自己五分 那第三个选项 当然如果是一半一半 或者是不太确定要看状况的 请给自己三分 好第三个题目 想想看哦 你在做任何的决定决策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如果你是需要 犹豫很久 需要想个决定要想很久的 请给自己五分 如果你觉得 我做决定就是快很准 反正就是这样啦 赶快做决定 赶快就可以下手的 请给自己一分 第三个选项 如果你是一半一半 依然要看状况的朋友 请选三分 记得要把前面的这个分数都写下来哦 我们最终要看一个总分的 好 接下来第四个题目 你是不是个朋友不多 但是只要是你的朋友 都是非常非常贴心的那一种呢 如果是的话 请给自己五分 如果你的答案是不是 我的朋友就是非常非常多 不管是深入还是泛泛之交 数量是很多的 那请给自己一分 那如果也是一样不确定 或者是看情况的朋友 请给自己三分 好 第五题 请问 你是不是一个不太喜欢讲自己的事的人呢 尤其是你的担忧 你的烦恼 这类的事情哦 你都比较放在心底 如果你是这样的朋友 请给自己五分 如果你发现啊 哦 我只要一旦心情不好 我就是要找人说一说 这样子的朋友 请给自己一分 不吐不快的感觉 好 那当然如果你会看情况 看什么事件 或看对象的朋友 请给自己三分哦 OK 最后一题 哇 这也是一个情境题哦 当你比如说在一个班上 或者是在一个办公室里 在一个团体里面 你突然看到 不远处 有一些人看起来很像在窃窃私语 这种表情出现的时候 你第一个反应会觉得是什么呢 好 如果你第一个反应觉得 他们是不是在议论我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 请给自己五分 如果你觉得说 嗯 没关系吧 或者是你觉得根本 常常忽略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朋友 请给自己一分 或者是不确定 你也一样看状况的朋友 请给自己三分 好了 六个题目哦 已经完全做完了 当然这不是最完整的题目 网路上我相信也有很多更深刻的 更多题的题目 大家可以待回去搜寻一下 不过我们现在呢 透过这六题 其实就已经可以蛮精准的测出 你是哪一种性格取向了 那请大家把这六个题目 你的分数加起来 我们待会要公布答案咯 好 加起来了吗 算完数学了 我们现在马上来公布 如果你的分数是介于 25分到30分之间的朋友 你是属于内向型的伙伴 听到内向型 不知道有没有些人会皱一下眉头 说原来我真的这么内向 哎呀 这听起来真是个缺点哦 我要再次跟大家强调 内向其实在我们很多研究当中 发现了相当多 其他性格的人 没有的超强优势 而第一名内向的朋友 你们最强的优势就在于 倾听他人 因为内向者呢 比较少表达自己的意见 当然啦 有一些原因是因为 你觉得这样比较安全 或者是我们也会担心表达了 别人不一定会理解 有一些内心的恐惧 可是大多时候呢 你是属于比较沉静沉稳的状态 所以别人滔滔不绝的时候 你并不一定会觉得 我也想讲 啊你怎么都你讲 你反而可以比较有耐心的去聆听 他到底在表达什么 他有没有更多的言外之意 话中有话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啊像我们心理师啊 这样子的一个职业就非常非常需要 倾听的能力哦 那当然呢 因为像雨昕的个性真的比较偏中向 甚至有一点点外向的这个倾向 我其实一开始在念心理师哦 这个研究所的时候 我就为了倾听这件事情 比起我其他内向的同学花了非常非常多的精力 所以呢我觉得内向的朋友 我们只要找对这个工作领域 你就可以发挥属于你最独特的天赋 甚至这一点你会觉得 根本不用学啊 请听别人好容易对吧 内向的朋友 另外一个内向型的天赋就是你们有 深沉且独立思考的能力 其他人呢可能需要透过很多的讨论 可是你呢在独立 比如说找寻资料 或者是你可以在一个问题上面 钻研的时间其实是更能够投入的 所以我觉得内向型的朋友要经常的 运用书写的技巧 因为你比别人更容易静下来做自我对话 所以书写呢其实就像是有一个安全的对象跟你互动的感觉 这个可以帮助内向型的朋友 厘清更多你内心的 比如说困惑 或者是你想要钻研的题目 那很多内向型的朋友就会觉得 我是不是就喊蛮恭维 很不会表达 很担心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对不对 其实啊沟通表达 文字语言啊是最不重要的 我们以后有机会来讲这个主题 你们就会晓得了 反而是我们的非语言讯息 包含你看对方的眼神 或者是你有没有轻轻点个头呀 或者是你有没有真正的听懂对方的话呀 这一些非语言的讯息 传达给对方的尊重和爱 反而比你说了很多保证 相信我 我绝对是会为你保密的 相信我 我绝对可以做到的 比起这些语言更值得信任 所以这就是内向型的朋友 可以开始练习的地方 你甚至可以看看镜子 看看你在听别人说话的样子 你看起来觉得如何呢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大量的发挥 你倾听者的魅力咯 好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 如果你是6分到23分之间 这个数字之间的朋友 你就是属于外向型的伙伴了 当然啦 外向型的伙伴可能从小到大 得到的称赞已经是比较多的 对不对 因为过去我们认为外向好像是个优势 可是我们最近也开始发现了 其实外向型的朋友 反而要开始多多练习独处的能力 虽然我们都知道外向型的朋友 你们的能量来源 就是比如说别人的关注 对不对 看我看我 上台表演 上台说话 或者是在朋友之间呢 大家会以你为主角 听你说学逗唱 这个时候外向型的朋友就会觉得 哎呀好有成就感 好满足啊 可是毕竟外面的资源 比如说我的朋友 有没有空啊 大家都结婚生小孩了 越来越少人能够跟我聚会 听我说话了 这个时候反而就是 外向型的朋友会开始觉得 慌张 或者是觉得不安 或者是觉得一个人面对自己的时候 非常焦虑 那种辛苦的感受 因此外向型的朋友 我们就要来多多的练习 比如说在自己家里的时候 深深的呼吸 开始去感受内在那种 非常需要别人关注的躁动 是来自什么 当然轮到你发挥的时候 我相信你已经非常 随手可得的这些能量 都可以来展现在舞台上 可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你能怎么办呢 就像我有一句非常喜欢的话 高潮的时候享受掌声 低潮的时候才是享受人生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外向型的朋友 如果缺乏舞台 我们也要学得跟自己在一起的力量 好 最后一个要为大家介绍一个最特别的 如果你是12分到24分的朋友 你们就是属于中向型的人 其实中向型 是我私心觉得大家可以慢慢朝这个方向 迈进的一个小目标 虽然我常说性格不一定是需要去改变 因为大部分的性格决定 是来自于天生的 但是呢 我们刚刚讲到两种比较极端的性格 都会有他不太舒服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朝我们的劣势性格 多做一些练习 我们慢慢的就会开始发现 我也拥有了倾听的能力 而当我需要说话的时候呢 我也比较不会因为担心别人的目光 而过度紧张 其实这就是中向型人格的超强能力 而且这是可以练习的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先去把自己的 个性优势劣势的形容词 今天给大家一个小功课 列出30个 然后呢 你分成你自己觉得的优势 跟你自己觉得的劣势 然后你可以挑一个优势 在今天尽情发挥 也要挑一个劣势 去感受一下我可以做什么 让这个劣势稍微不要这么影响我 就像我刚刚说到的 我原本是个不太善于倾听 比较善于表达的人 当我开始要做心理师这个行业的时候 倾听这个功夫就花了我相当多的时间 可是呢我也开始发现 当我真的练习了 可以沉浸下来 倾听我的个案 倾听我的家人朋友说话的时候 这些关系的品质提升了非常的快速 因为在倾听 在安静中 我们才能真正的传达我们的爱 好今天呢 对于性格的剖析跟心理测验 这边告一个段落咯 如果对于其他的性格剖析 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也帮我们分享 按赞订阅 以及呢订阅我们所有的平台 我们心理师聊心事 下次见